其实把这车开起来以后呢 就更能够感觉到本田对Type R和Type S的差异化动态设计了 在悬架上这台Type R呢 我感觉到比Type S调的还要更硬一些 Type S呢硬归硬 但是你多少还能够感觉到它有一些科技的过滤 这台Type R呢悬架对路面反馈的就比较直接了 虽然它也号称有一个自适应的阻尼系统 但是呢即便它在舒适的模式下 基本就是路面是啥样反馈给你 就是什么感觉并没有什么过滤感觉到 甚至感觉比上一代的Type R呢调的还要硬一些 悬架的行程呢也比较短 高速的时候呢过一个平顺的起伏路面 你也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忽悠的感觉 车身刚要忽悠悬架马上就给它拽回来了 车身上下起伏的幅度非常小 如果要是高速的过一个比较大的起伏路面 下落的那一刻会有种车身重新拍到路上的感觉 再加上这台车一个准赛车的座椅 安全带一绑身体被绑的牢牢的哈 就不会再随着车身乱窜了 这么一来运动的味道就很重了 那从这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本田官方在CV这个车身上刻意做出来的产品调性的差别 似乎想把Type R呢完全打造成一个运动机器 动力上呢咱们就不过多形容了 上次Type S呢讲的比较多了 劲儿绝对是够劲儿 在配合上想换几挡就换几挡的手动变速箱 这台车的动力可以讲是随心所欲 即便你在六档高速行驶的基础上 你想要继续深踩油门 也会感觉到速度响应的是毫不费力 提升的是立竿见影 这台车的动力如果在我们的日常行驶的过程当中 可以感觉到深不见底 看来想一探这台车的动力极限 只有到赛道上去体验了哈 跟Type S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在舒适的模式下 如果你不观察转速表 这台车很容易就可以听到降挡自动补油的声音 其实在Type S的舒适模式下 它也有降挡补油功能 只是Type S在舒适模式下听的不是很清楚 这就牵扯到静音性的问题了 这台Type S基本没有感觉到设计师在静音上做什么工作 你像发动机的声音 嗨噪 风噪 各种噪音不绝于耳 有的路段 胎噪还可以引起来全车的共振 甚至热闹 相对来讲 Type S的静音性做的要比这个Type R稍微好那么一丢丢 然而这个Type R呢 大家看着虽然噪音比较大 各种噪音完全都不修饰 但是它也没有局部噪音的刻意放大 或者是假声假气那种感觉 排气声浪也是完全不修饰 并没有做一个假的排气声浪出来啊 方向盘的转向力度也可以感觉到是区别于普通版本思域的 低速的时候呢 方向盘并不能算轻哈 但是对于我来讲一个手揉车位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高速的时候方向盘非常稳 稳如泰山 油门 刹车 离合器的踏板呢都不算重 离合器踏板的形成适中 离合器的结合点呢很自然的位于中位 刹车踏板也很紧致哈 脚搭在刹车踏板上 刹车马上就有反应 这里这个autobreak功能呢 感觉在手动挡车型上的作用 要比在自动挡车型上的作用大哈 当然这以后就别说手动挡了 连憋住仙呢可能都快下档 以PA公布这台车的综合油耗是24MPG 我开这段呢反正是死尽躁啊 也经常的怠速不熄火 表显大概在18MPG左右 感觉这台车不太省油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响 上次试那个Type S呢 一响就挺多的 这次试这个才跑了1000多英里的Type R呢 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总能从左侧的前门车门这块出来一响啊 这车还是日本工厂主作的 实属不应该啊 那从动态上总体来讲 主观感觉啊 上次说那个Type S如果还能勉强的 用作代步工具的话 那这台Type R呢感觉调教的比上一代还要港套啊 我在高速上呢也没有那种越开越快的感觉 越快越想开的感觉 因为这种车啊 这种胎 最好的舞台是在赛道上 那我选择达拉斯路况比较好的收费公路行驶呢 它还是不行啊 各种点的再加上各种噪音 虽然动力很充足 但我早已没有继续加速的欲望 只想着早点到终点啊 这在我试的这些车里面 就算是为数不多的仅有吧 这车呢应该比较挑人啊 应该是真爱粉的选择 我感觉比上一代车还挑人